1973年,蒋介石等人的合影,别看他正经端座,其实他被绑在了椅子上。这张照片拍摄于1973年7月,拍摄地点是台北某地。照片左起,方志仪、宋美玲、蒋介石、蒋孝勇。蒋孝勇是蒋介石最寄予厚望的孙子,也是蒋经国的第三子。那年7月,蒋孝勇和方志仪结为夫妇。蒋介石和宋美玲,对这对孙子孙习非常喜欢。 当然要合影一张了。然而,那时的蒋介石已经86岁了。不仅年老,而且体弱多病。大多数时间,他是在医院里度过的。所以,他们就在医院里拍下了这张照片。 照片中的蒋介石,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袍马褂。他端坐在椅子上,两臂放在椅子的扶手上。双手紧紧抓住椅子。看起来,蒋介石的精神还好。正经端坐,头抬得高高的,目光也显得很有神。 事实上,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以前了。他走起路来,不仅需要拐杖,还需要人搀扶。他虚弱的身体,居然不能自主地坐在椅子上。 那么问题来了。照片上的蒋介石不是在椅子上坐得好好的吗?原来,为了保持蒋介石的身体平衡。有聪明人就用胶带把蒋介石的双臂,绑在了椅子的扶手上。蒋介石拍这张照片,还有另外一个目的。这个目的,就是向外界宣布。 他的身体,依然健康硬朗,你们就别瞎猜了。不到两年后,也就是1975年4月5日,蒋介石与世长辞。 享年88岁,结束了他大喜大落的一生。蒋介石独裁一生,估计到死都没想到。现在的那个大党早已大权半落多年,沦为人运一运的附庸。订阅我,一起聊聊。